孟华路这一幕 简直是大快人心 柳妍饰演的孙三娘 将一个前来游说赵盼儿 做妾室的男人 一把给扔进了湖里 这看似巧合的剧情 倒是勾起了一桩陈年旧事 2016年 包贝尔包文静 在巴黎岛举行婚礼 柳妍 莫小琪 贾玲 张兴一 王欧五人 做了当天的伴娘团 伴郎团则是 韩庚 王祖兰 杜海涛 李灿森 曾义俊 原本热热闹闹的婚礼 却因为包贝尔的一个举动 恶心了一众人 他率先发难 伴郎团一拥而上 他们抬着柳妍 就要往泳池里扔 穿着伴娘母胸裙的柳妍 被一路拖着 吓得尖叫连连 这群人不仅没有收手 还大声喊道 池里 水很浅 围观的亲朋好友 不置之也就算了 他们纷纷拿出手机 对准了当事人 此时的柳妍 已经挣扎着 被拖到了永池边 贾玲看情势不对 一边喊着 说什么呢你 一边上来 推开了个伴郎 可对方人多 贾玲也拦不住 索性 她就直接一屁股 坐在了柳妍身前 以防止她被推下去 柳妍见状 死死抱住贾玲 随后主持人方玲 也过来帮忙 柳妍趁机在后面 默默漆衣服 试图自己站起来 可身后王祖兰和韩庚 还想把贾玲 一块脱下水 后来张欣义 拉住了韩庚 眼看包贝尔们 还是不依不饶 贾玲就喊道 这件事情很简单 红包就能解决 双方僵持了一段时间 怕搞砸氛围 就放了柳妍 尽管他们之后还一起合营 一起玩游戏 闹得依旧开心 但闹伴娘的视频 不幸在当天晚上被公开了 如果真的是很要好的朋友 并且双方心里没有芥蒂的话 那面对喧嚣的舆论 他们商量着出面道个歉 解释一下也就过去了 但事情后续的发展 显然不是这个样子 包贝尔基伴郎团都失声了 两天后 柳妍发了一个长达三分半的抱歉视频 先是解释 看自己之前因为行程忙 一直没回应 然后说 自己和包贝尔夫妇是八年好友 很抱歉给他们带来困扰 最后还说 当时整个氛围没有那么委屈 尴尬或是伤害 还希望大家嘴下留情 不要给婚礼增添诅咒 这番诚意十足的话 配上柳妍离花带雨的视频 不但没有熄灭网友们的怒火 反而在这把火上又添了干柴 包贝尔更是成为众矢之地 在不得已下 他终于出面道歉了 这长篇大论总结起来也就四点 一 因为柳妍连累了兄弟们跟我一起挨骂 对不起 二 营销号指责我之后 我才觉得我的玩笑过分了 三 因为海关扣了我们私名牌的衣服 游戏没完成 我才提议双方对抗下水的 四 最后伴郎也都主动下水了 大家都很开心 双方对抗下水吗 那为何对抗的只有柳妍 还有衣服被扣 临时更改游戏环节 在现场宾客拍的视频中 大家的衣服明明都在 就连海关也不给他面子 出面回应说 自己没有扣衣服 不背这个锅 在事情白日化之际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也来点评了包贝尔的这个道歉声明 问他如果是向柳妍道歉 那为何还要感谢伤害柳妍的人 说他道歉思路不明 主体不分 不知是道歉还是狡辩 包贝尔道歉之后 韩庚道歉 其他伴郎依次道歉 事情在骂战中就此收尾 可包贝尔对柳妍的恶意 岂只是闹伴娘一件事 早在这之前 他就不断口出狂言地闹过柳妍 柳妍转发微博 宣传画壁 说他负责活色生香中的活的部分 而包贝尔紧接着就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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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负责色 之后还大言不惭地说 柳妍是他戏外的精神食粮 无语的是 他出差分个情趣房 也要爱他柳妍 说让老天爷派个柳妍一样的魔鬼 敲他房门 宣传个电影 你真的至于吗 是本性暴露 还是逢长作戏 还真是懒得戳破你 包贝尔在网上都这么不着调 别说看见柳妍本尊会如何了 在画壁的活动现场 坐在柳妍身旁的包贝尔 侧身弯腰 明目张胆地注视着柳妍的隐私部位 这眼睛大胆地 恨不得直接扑上去看 随后包贝尔还不知羞耻地 在微博转发这张图并复文 这堪称是哈利波特 大场面了 这种骚扰还不止一次 在之后的活动中 包贝尔依旧色心不改 赤裸裸地盯着柳妍 她不仅不收脸 还在微博中大方承认 确实忍不住偷瞄了柳妍 但她是个正常男人 对得起自己的眼睛 还挑衅地说 想看柳妍的人不少 你不想看吗 还顺便艾特了龙格 问人家为啥要戴墨镜 冯远征嫌他丢人 就调侃了他一下 然而他直接回了一句 你去了你也看 太震撼了 到了最后 还大言不惭地说 自己不过是倒霉 总是被抓到罢了 这发言 十年脑血栓都说不出来 但这之后 还有更气人的 他转发余迹的图 并爱他柳妍复文 我这是有完没完了 眼睛盯上去了吗 柳妍虽尴尬得骑虎难下 但还是放低姿态 映着头皮回复的 凡看过此图的人 都去电影院支持一下呗 瞅瞅这里面的龌龊事 真替柳妍憋屈得慌 但从这些事里也能看出 宝贝尔一向不知对错 玩笑无度 也难怪在闹伴娘之后 他会这么公关 他做客节目 反局的诱惑说 他们玩疯了 忘记了柳妍是个女孩 也忘记了这种事是危险的 可拉倒吧 你眼睛长人家身上的时候 咋不说忘记了人是个女孩子了呢 还说他们的婚礼没有邀请任何记者媒体 所以视频爆出应该有人故意为之 言下之意就是 有人算计了他 哎 真是连撒谎都不知道打草稿 鲍贝尔结婚当天 媒体可是从化妆准备到上午接亲找鞋 都一直在实时跟进 而营销号指责柳妍被扔的视频来源 也是媒体 这又要如何解释呢 也要说全程都是别人透露给媒体的吗 如果是 那么闹伴娘也只是其中一个插曲 何来陷害一说 如果不是 那可就真的打脸到极致了 不是鲍贝尔越描越黑 而是他的素质也就到这儿了 什么陷害 什么海关口衣服 他的思维模式 根本就想不明白他错哪儿了 无论什么原因 都不是他扔柳妍的理由 道歉就道歉 弄那么多有的没的 不是想狡辩还能是什么 鲍贝尔三番四次的不尊重柳妍 不过就是因为柳妍长得漂亮 脾气好 而且地位低 在闹伴娘事情过后 鲍贝尔在道歉中 还夹杂了暗示有人炒作的声音 随后 王思聪就出面说 这是柳妍炒作 其实什么事都没有 但是他没有通知任何人 就发出了道歉声明 完全就是想让大家同情他 不知道王思聪说这句话的立场 是什么呢 是出于正义感 还是和鲍贝尔一起K哥的兄弟情呢 柳妍听后也不愿意 他上节目表示 如果自己有借别人婚礼炒作 不得好死 虽然炒作子虚乌有 但是有一点 王思聪没有说错 柳妍因为这件事 确实得罪了一票人 他上综艺 四个人的合影 三个人勾肩搭背 柳妍就像是硬凑上去的一样 哪怕燕子别走火了 他也是被排挤的那个 没有明星敢跟他互动 他拍照容不进去 站台就像场外主持人 虽然有了名气 但这卑微感 好像回到了刚进娱乐圈的时候 那时候 柳妍也因为父亲出车祸 母性患癌症 而去参加了主持人比赛 比赛奖金一万 柳妍本想拿钱救命 但是他落选了 光线传媒看上了他的身材 觉得是个好苗子 就把他牵了下来 毫无主持经验的柳妍 第一次主持 就遇上了 来宣传无极的大导演 陈凯歌 柳妍提问 如果您的无极票房不理想怎么办 陈凯歌听后 勃然大怒 我的片子还没播 你就说这样的话 你这等于参加我孩子的满月 然后问 要是孩子夭折了怎么办 你是怎么当上主持人的 柳妍傻了 虽然陈凯歌没有难为他 但是 台里惯事踩低捧高的 对于柳妍 打多数人都嗤之以鼻 没有背景的他 不仅得任劳任怨 还得乖乖听骂 他去主持周六乐翻天 想尽办法的找梗 烘托氛围 结果刚下台 就被台湾的制作人 劈头盖脸一顿骂 你会不会主持啊 谁让你接话的 我们台湾随便一个年轻主持人 都比你主持的好 骂到兴起还侮辱他 你就算是跪着舔我的脚 我也不会让你来主持 这样的骂声 柳妍听得不止一次了 他每天会被台里领导 用脏话骂 经常骂到他觉得 自己都没了底线 不仅得听骂 他们还会造谣柳妍 说他靠关系走后门 柳妍委屈 他不知道哭过多少次 但他不能得罪领导 还得笑脸相迎地 去求领导 多给他工作机会 为了站稳脚跟 他住在公司附近 24小时待命 凌晨三点睡 早上七点起 活得像个拼命三娘 只可惜这么努力的他 没有等来机会 倒是等来了肿瘤 2007年 刘妍被查出纤维瘤 胸部需要做手术 他不甘心在最美的年华枯萎 于是就想到了 去拍男人妆 结果一炮而红 广告代言 电影片约 纷支他来 自此以后 刘妍就走上了性感路线 靠胸大火后 刘妍攒够了 为母亲治病的钱 还让一家人 从狭窄的旧屋 搬进了大房子 虽然靠性感出名 但是刘妍没有绯闻 没有类似小三的阿扎传言 去包文静的婚礼上 也是礼貌用手遮胸 不抢风头 这和李小璐 真是没有对比 就没有伤害 而且 他三观很正 每次讲话 都能让人感同身受 如果能这样发展下去 他也可能有自己的一片天 可惜伴娘风波 让他失去了 许多娱乐圈的人脉 他低调直播过一阵子 索性 大鹏再次救了他 电影授亿人 让他斩获最佳女主角奖 最佳女演员等荣誉 看他站在领奖台上 突然想到了电影 煎饼侠中 他说的那段经典台词 大鹏 记不记得我们刚出道那会儿 每天都累死累活了 不肯放过任何一个机会 我们就希望有一天可以出人同地 不被这个城市所抛弃 后来这段时候好多人都认识我了 不过他们总是说我 如今苦尽刚来 这样努力的女孩 该有自己的辉煌的